1994年6月28号 南宋孝宗皇帝病逝 他的继任者光宗 因在未来皇位继承人选上 与父亲有争议 不肯为他主持葬礼 这在视忠孝为天礼的封建社会中 被视为大逆不道 大批官员离职 政府停摆 时任国防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的 赵姓宗族赵鲁瑜站了出来 还联合太皇太后的外甥韩托昼 发动政变 强硬的把光宗的皇位 善让给了家王赵阔 这便是南宋的第五任皇帝 宁宗 为了避免宗族势力和外戚势力威胁皇权 赵鲁瑜急需新力量 组建新政府 朱熹是他的第一人选 于是十年六十五岁 正在湖南平定叛乱 并重整阅禄书院的朱熹 被任命为皇家高级顾问 愁愁满志的朱熹 迅速提出七条政治主张 同时以理学为基础 制定出全新施政大纲 希望通过影响皇帝 来实现政治理想 兴奋的朱熹 甚至这样对弟子们说 天下有望了 朱熹的出现 引起了寒托昼的不满 一旦朱门弟子被大量的启用 自己掌权定然无望 于是他利用新皇帝 对赵鲁瑜的猜忌发起了一场 全面清理赵鲁瑜和朱熹 相关政治势力的大清洗 赵鲁瑜降至外放 两年后报亡 朱熹罢官返乡 六年后死于建阳 朱熹首席大弟子蔡元定发配 第二年病逝 这是南宋著名的庆元党禁 庆元党禁是 理学发展史上的一场浩劫 朱熹的继承者们被迫 对皇权进行回应 以后任国务院副总理 甄德秀 后任中组部兼人社部部长 魏了翁为首的朱熹再传弟子们 将理学功能由定义皇权 转为禅士皇权 由于理论约束皇权 转为用经典劝戒人均 客观上具备了承认 并加强皇权的属性 从此 朱子学成为官方政治哲学 并伴随封建王朝 走向了最终时刻